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1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请老师讲疾病与衰老三 张医师请您开始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疾病与衰老三 请Lily帮忙来念 此外,异常不同于组织受损 通过观察,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身体的变化程度各不相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体表的差异 有些会超出正常标准 而被视为衰老异常或疾病症状 以此类推 体内的变化也应该如此 但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或组织受损 统统认为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换言之 体表的变化有衰老与疾病 而体内的变化却只有疾病 而无衰老 这不但颠覆了人类的认知 也违反了自然的法则 显然 组织受损属疾病 而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在诊断上 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此即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异常 在临床上 西医对异常的诊疗方式 有两种 此即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异常 只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如果而非因 所以 即便经服药 手术 持此异常恢复正常了 症状 却未必改善 身体 无症状 却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 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 而需治疗 但异常 既非症 也非状 属老 而非病 所以处理异常 已超出医疗致病范畴 无端地使病人变多 由尚可知 西医将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如此诊疗 以犯了道果为因 即老病不分的过失 好 这里一开头就说 此外 异常不同于组织受损 我们前面是在 谈西范的 道果为因 那道果为因 就是 不外就是 一病多因 还有果生果的问题 那这里要谈的是 衰老 不代表疾病 也就是老病一定要分出来 不能 把老也当作疾病 这一段一开头 就是要点出这样 所以 我这里就是用 异常不同于组织受损 也就是 你也可以说 衰老不同于疾病 好 那我们 有了这一个开头 我们紧接着就是 通过观察就可以了 因为 这个马上可以 从观察就可以 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说 我们人 一生下来 就会经历 老病死的过程 这个是 没有一个人 能脱离的 好 那身体 随着时间 都在变化 那每一个人 的变化 也会不一样 即使 你是属于 同一个年龄层 你去看 有些就 还是 养颜有素 有些人就 到了那个年龄 他就提早 胃老先衰 比如很多人 到了 二三十岁 头发就已经掉光了 胃老先衰了 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每个人 同样体质 差异还蛮大 好 这些体表的差异 也就是身体 这些体表的变化 有些会超出正常标准 如果他今天跟昨天 两个没有什么变化太大 你还看不出来 但有时候你经过一个 这样去观察的时候 有时候 你就发现同年龄层的 太多的变化 而且根本是超出 我们认为 比如我说的二三十岁 本来不应该掉法的 他已经掉法了 头发不应该变白的 他也变白了 那这个很明显就超出正常标准 好 那对于这些正常标准 我们就会用 我前面讲的 到底是症状呢 还是属于衰老 你用症状来看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他既非症也非症 只是一些体表的变化 那会变化 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既然不是病 当然就是属于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标准 我们就可以区分出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所以 老跟病还要检查吗 体表不用检查 为什么体内要呢 因为体内也是跟体表一样 都是同样在变化 那体表会有老病 体内难道不会有老病的问题吗 当然也会 好 所以这是从体表的观察 我们就可以观察出老跟病来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们以此类推 那体内的变化也应该这样啊 它变化不外就是老跟病啊 结果一定是一样 可是啊 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 却把它通通认为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这就不对了 如果你这样来看 那我们观察的 难道是错吗 身体体表有老跟病 但它怎么检查出来都是病 也就是不是疾病之因 就是疾病本身呢 哇 这个就不是很震撼吗 所以我这换言之 那这样说来 体表的变化 有衰老有疾病 而体内的变化 竟然只有疾病而无衰老 但我们为什么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呢 这很明显 是已经违背了这些自然法则了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一生都在追求无穷尽的学问 那也有自己的一些智慧跟认知 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 西医竟然可以把全人类都蒙骗了呢 这样定义竟然没有人提出异议来呢 这个是很让人家很惊讶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这里就说嘛 体表有老病照理体内也应该是这样 但是竟然在西医的仪器检查下 其实只有病疾病但没有衰老 所以他已经颠覆了人类的认知了 所以我说一个医学怎么能跳脱出我们的认知 自己建立一套体系 让所有人来遵行 那不就是我们有没有病 都要来西医来诊断 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听西医的 不能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已经都打破了 这样的医学 其实他已经跳脱出我们的认知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医学本来是要解决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 然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身体变化的问题 才会求助于他 但是这个医学竟然讲法 跟我们平常认知的都完全不一样 好 那只能这样 那只能这样 所以这里就犯了一个问题 因为前面都是知道 西医检查出来都是果 但是他们因为道果为因 所以会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一病多因 另外一个就是果生果 那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老病不分 也就是你如果说 这里检查出来都是疾病 因为他这里 我们一直在讲疾病跟衰老 好 那你不承认有衰老 你都称为都是疾病 那疾病里面 检查出来的异常是属衰老 那组织受损呢 很显然是疾病 那你说通通是疾病 那组织受损是没有问题的 那真正有问题的是异常 所以这一段接下来要讨论的 就不要再讨论组织受损 因为组织受损真正犯的问题 是犯在道果为因的问题上 不是说西医检查出来组织受损 是疾病本身有什么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谈 但我们把这些异常的问题 就好好谈一下 所以紧接着你们会看文章 这一篇在写法上 我就开始不谈组织受损 接下来全部都谈异常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好 这里就做一个交代 显然组织受损属疾病 而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就点出来 所以我们一开头就说 这一段就是谈老根病 就是在谈老根病 你一定要分出老根病 但西医是不分的 也就是一开头 我就这一段就有一点提醒各位 这里已经出了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西医最后的诊断 他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除了道果为因的问题 更重要是这一条 这一条我觉得是必须要好好谈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衰老 如果不离经病人越来越多 医学永远治不完 那这样从整个语迟来看 语剂来看 异常是不是疾病之因 当然不是前面已经说过 我就不必再说 那是不是疾病本身 我们说了前面都已经论证过了 异常既非症也非状 怎么会是疾病本身呢 他就是衰老而已啊 所以也不是 那既然都不是 所以在诊断上一定会出问题 什么问题呢 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 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比如说我们身体有疾病 然后去检查 确实说你是正常 那身体没有疾病 他检查说你有很多异常 包括可能肿瘤 包括可能高血压 糖尿指数 糖尿病 就会有这样很矛盾的 你身体是健康的 竟然会检查出那么多异常 事实上你身体健康不代表你不老 这个在我们看法是OK的 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跟矛盾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那我们也再把这里谈一下 就是西医对异常的诊疗方式有两种 哪两种就是我前面已经有点到 就是他会看你到底是生病的时候来检查 还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来检查 如果生病了来检查 又检查出有异常 另外一个是你没有生病 然后又检查出有异常来 是这两个情况的诊疗方式 那这两个方式 因为都是谈异常嘛 那谈异常就是身体有疾病的异常 还有身体没有疾病的异常 西医的诊断方式 讲法是不一样 在前面已经有说了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原文就是 当你有疾病 然后又检查出有异常 那这时候西医会说你检查出来的这个异常 是什么 是疾病之因啦 必须要治疗 因为你有症状 比如说你检查出来有高血压 那你又有头痛头晕 他就说 哎呀那这个你的头痛头晕就是有高血压引起的 可以是这样 那你脚指头在痛痛风 那因为你高尿酸 检查出有高尿 他就说啊这是高 你高尿酸引起的 好类似这样 好所以我们了解 原来西医 如果有症状跟没有症状检查出来 他们会用不一样的语词 来跟患者解说 那这时候你有症状 他一定会把这个检查出来 如同前面 他会把它当作疾病之因 而认为要治疗 那这样会有什么矛盾呢 我们来看下面 好我们先要了解 所有检查出来的不可能是疾病之因 因为我们前面第一段都已经讲 这些检查出来通通是属果 是属于什么样的果呢 是属于我们的因产生的果 因是什么 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有这些异常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的 所以是属果而非因 那既然是果 它跟症状根本就没有关系 果不生果嘛 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 症不生重 重义不生症 好 那这时候你即便用精服药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的指数 你也都吃 降血压也降下来 但也恢复正常 但问题 有些人还是继续头痛啊 一样的 所以它果跟果之间没有关系的 好 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 就是这个异常是果 不是因啊 所以当然你处理了异常 你未必症状会解除啊 除非西医里面高血压药 又放了止痛剂类似这样 那你才有可能 来达到止痛的效果 好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身体没有疾病 那你就去检查 那检查出有异常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谈异常嘛 那这个衰老的异常 他会 西医会认为是什么 认为就是疾病 他不会说是老 老了就没有 比如说高血压我们也知道 年轻的血压跟年老的 年纪大的血压会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因为它会变化嘛 那怎么会是病呢 老有老的血压 年轻有年轻的 不一样的血压 但是在他们来讲 他们就先画出一个标准 比如血压 你低的不能低于 假设60 高的不能高于 130 130 140 高出了就可能属于高血压 如果是这样 类似这样来分 那 不管你什么年龄 只要检查出来 他常常就会 用这样来去 那这个是不对 老会因为年龄 年龄的变化 随着时间 而显现出来 所以 当你没有疾病 但被检查出这个异常 他不可能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什么疾病之一 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疾病 这时候他又会说 这个是疾病本身 这个高血压本身就是疾病 血糖高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你需要治疗 所以你就要长期吃药了 原来我们是这样 常常被西医是这样的说辞 而不得不强迫吃药 即便没有疾病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里就进一步再说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组织受损属疾病 那异常呢 既非症也非状 属老而非病 根本不是疾病 他是出衰老 所以你去医学本来医疗 我们说他的目的是要治疗疾病 那显然你处理异常 就已经超出医疗治病的范畴了 医疗是治病 不是医疗治老 所以我们常常常常讲医疗治病 对啊 这个是我们对西医的认识 但是西医却把老当成病 这个不是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范畴了吗 这样超出了范畴之后 就会无端地取病人变多啊 所以越来病人就会越来越多 治也治不完 老你也要治 人不爱年纪大了就会老跟病 你什么都要治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医学我认为 只会让更多人生病 所谓生病就是本来不是病的也是 他们也认为是病了 由上可知 西医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如此诊疗会犯了两个错 第一个 你把它当成疾病之因 也就是当你有病来的 你检查出的异常 你就当成疾病之因 这会犯了道果为因 那如果患者没有疾病 来被你检查出有异常 你又把它当作疾病本身 那这个会犯了什么 老病不分 那老病不分就会造成病人变多的原因 好所以这一段 大家这样看下来就是 这一段都在谈老病而已 那老病偏重于老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组织受损疾病 那疾病没有问题 但你把异常老却当成疾病 就有问题 所以整段谈下来 就在谈这个概念而已 那这个概念也让我们知道 医学只能说很毅烈 他违反了自然法则 也颠覆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 真是 真是 是人类有史以来 我真正见识过的 这种医学我还是第一次见识过 但竟然是 会变成医学的主流 我也真的很惊讶 好吧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从这一段来看 下面会有 紧接着 进一步再把它说清楚 由此可见 不论身体有病 无病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 以白内障为例 的果 以影响患出体伤 阻碍眼睛功能的因 再于患出体伤 眼睛功能受阻的因 导致病症 失利减退的果 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西医才能从果治疗 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由此可知 果 虽然可以影响阴 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此意味着 只要阴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明了此理 只需通过观察体表的变化 从果推阴 从阴下手 就可解除疾病的症状 与衰老的异常 我们这一段是紧接着前面而谈的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一段一开头就说 你身体 不管是有没有疾病 那仪器 怎么说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能当作主要诊疗对象 因为它里面太多的问题了 所以不应该把它当作诊疗对象 所以我们身体 现在人很很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你有疾病 自己知道 才会去找医院 现在的医学发展到现在是 你身体没有疾病 你也要去找医 医生做检查 是整个已经 这个时代已经 变成这样子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前面 大家都听得懂的时候 当然 不管你有病或无病 都要去找医院 去做检查的话 那你也不可以把异常 做为主要诊疗对象 因为异常前面已经说了 他犯了两个错 把他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这是有问题的 但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 这里有特别提 譬如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绝对不会 因为他是抽象的 他不会影响到因 再导致果 不会的 那异常形态确实有可能 在临床上也确实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提出 这一类的看法 好 那我们这里提出 是以白内障作为例子 譬如 当你有白内障 而且已经影响到视力了 你看起来模糊不清 然后 因为他阻碍了你 不是你眼睛组织器官 有什么失调的状态 也不是 他只是障碍你而已 然后影响你的视力 导致你看不清楚的果 所以整段来讲就是 这个异常形态 也就是白内障 已经障碍你的运作 这个障碍到你运作的功能了 那由这个运作的功能 他看不清外面 导致看起来好像视力减对的 的病症出来 是整个逻辑是 就是果影响到因 然后再由因 产生这样的果 好 那我们 举了这样的例子 好 我们 接下来看下一页 这里提出一个 那西医一定会 治疗这个疾病 就可以直接处理异常形态 也就是白内障 把它开刀了 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 提出一点 就是你要开刀 解决白内障 最好还是怎么样 虚精 按推远起痛点 无效 你才能这样做 那为什么会这样 后面会交代 我们暂时不表 我们暂时不要说 我们先把前面的逻辑 先把它说清楚 由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举这个白内障就是 这个果 白内障是属果 它会影响我们的运作功能 组织运作的功能 然后由运作功能被障碍住之后 才导致病症的产生 也就是果会影响到因 但也只有因才能生果 这里不可能果生果 果直接生果是不可能 它一定要影响到因 再由因导致果出来 整个逻辑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省掉了 里面果影响到因 就是它是障碍了我们 这个运作的功能的障碍住 把我们的运作功能障碍住 这个如果不说 那你就是说白内障 所以就会看不清楚 那到底是白内障本身看不清楚 还是你眼睛看不清楚 如果是白内障看不清楚 那不对啊 白内障本身是没有视觉的功能 它怎么会看不清楚 所以你说白内障看不清楚 这一句话本身也有问题 那你说眼睛有问题 所以看不清楚 那也不对啊 为什么 如果是这样 那你割白内障 跟你眼睛又有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白内障割了 那你眼睛就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你说白内障 而导致疾病 那个逻辑也是错 所以简单讲 你眼睛本身没有问题 简单就是因为没有问题 只是被白内障障碍住 你把这个果驱除 这样就可以 所以我们原始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是不能从果治病的 但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了 一定要很谨慎 一定要确定 这个果确实是障碍住 不是功能有问题 如果功能有问题 你当然要处理 所以原始点 说要按推原始痛点 就是这个意思 认为 是不是眼睛本身的功能 跟白内障没有关 那如果是我们按一按头部 原始痛点 那按一按 看眼睛就可以明亮 就可以看得清楚 就可以证实 那你西医说 这是有白内障障碍住 那这个就不能成立的 所以按推原始痛点 其实是这一层用力 好 那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竟然是果影响因 因才导致症状的果 那我们只要把因解决了 不就是果也能够解决了吗 重点就在这一句 所以因果的关系 因生果 不是果生果 那如果把这一个逻辑搞清楚了 那原始点就变得很容易解决疾病了 诊断也容易 治疗也容易 所以我这里就接着讲 我们来看 下一页 这里就是结论了 如果你明白这样的道路 你不需要仪器检查了 你只需要怎么样 通过观察体表 也就是身体的变化 你就可以从果推因 从因下水 因为你因解决了 那自然就可以解除什么 疾病的症状 也可以同时解除衰老的异常 因为老跟病 它的因 都是属于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的 所以你只要从这里下水 当然老跟病 就可以同时解除 所以这一段谈的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继续来谈 那为什么要按推原始痛点 才能从果治疗 好我们看下一段 请你理念一下 那么异常形态 影响患出体伤 再由患出体伤导致病症 为何虚心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才能从果治疗 举例来说 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 若西医诊断为颈椎之骨刺 或腰椎之椎间盘突出所致 头痛或视不下 若西医诊断为 癌肿瘤压迫脑组织 或过大阻碍迟道所致 凡此种种病症 其治疗方式 主要是以手术 直接处理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原始点的治疗方法则不同 由于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所致 所以上述病症 通过按推向对应之 手背部 臀部 头部 及背部原始痛点 汪汪有立竿见影之效 然而短暂的按推 不可能使骨刺消失 椎间盘归位 癌肿瘤缩小 如此观察 就可快速推断出 此病症 并非由异常形态影响 患处体伤所致 因因如此 才能避免错误的诊断 及不该有的轻弱性治疗 这正是需先按推延始痛点 以分辨病症之 提上位置的原因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 其实是为了 大家也这样读下来 也应该 因为这个太容易理解了 就是 我也有举例 也就是 西医 只有一种情况 检查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这个异常形态 你即便检查出 那个 异常指数 那个都无关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 只有异常形态 那它已经影响我们的 患处体伤 然后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需要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你西医才能开刀呢 为了慎重 因为很多的症的不适感 多由他处体伤所致 重阴按推就可以结症 这里指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里挤 我们来看下面有挤 手指麻 来看下一页 手指麻做不神经痛 我们知道手指毛 它麻大部分原因在哪里 刚好手背部原始点 手背部你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那坐骨神经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那坐骨在哪里呢 就臀以下到腿 那它真正的开关在哪里 臀部原始点 但是西医 是没有开关的概念哦 所以他们是以 他们所有的治疗都要依据 他们仪器的检查 那这时候他们就会去检查 比如你手指麻 他刚好在颈椎 造出骨刺来 或是腰椎椎肩盘 你有突出 他就说 这个可能是腰椎第四节压迫所致 很奇怪 我看很多西医的说法 坐骨神经痛 西医都说腰椎第四椎 很少说 当然也有了 说第三椎 也有 但是大部分他们都说第四椎 就变成一种说法 好 那这种说法 就是为了怎么样 开刀嘛 那下面又有几例 比如你头痛 食不下 万一检查出来 一个是脑 都是癌肿瘤啦 一个是脑瘤 那一个是食道癌 可能肿瘤 那这些肿瘤压迫 西医常常会说 就是肿瘤压迫 才导致 我们说 是不是有可能 有啊 这种说法我们也不排斥 因为我们说 果可以影响阴嘛 再由阴导致症 才会产生症 那这样说脑瘤跟脑组织 压迫脑组织造成头痛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或是那个癌肿瘤 已经压迫到十道 实在太大压迫到 所以你吞咽不下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们也不排斥 但问题这样的检查 西医的目标 我说检查就是为了治疗 那这样的检查 无非西医就是准备 帮你手术嘛 那已经刀子磨亮亮的 等着你来 来手术台而已啊 就在等这个动作 但开刀啊 毕竟飞蛾系啊 它中间过程中 还要打麻醉剂啊 还要在很冰冷的地方啊 你要拔光衣服啊 任由宰割啊 这个过程几个小时下来 有时候你身体体质 完全就垮掉了 所以此事啊 非同而戏啊 必须要谨慎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西医这些检查 他们的治疗方式 诊疗方式是这样 那我们不免就提出质疑了 质疑在哪里呢 下面就提了 以原始点诊疗的方式 不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页 他认为症的不适感 你手麻也好 那个也是不适感 坐骨神经痛痛多属他肚体上 也是症的不适感啊 然后死不下 也是有一点算症的不适感 那个大部分按推也可以解决 或是头痛 头痛头部体伤很多痛 我说多数他处 你按一按就可以 事实上在这个研发原始的过程中 我常常到癌肿瘤家早期了 很多癌肿瘤都跟我讲 哎呀我吃不下 我记得最早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遇到这样 演讲完 那我有里面的就是学员 他就是说他的朋友 因为肿瘤 然后吃不下 叫我去看看 那我去看 这个不可能吧 果不生果嘛 我们也知道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他吃不下 对过来刚好就背部嘛 那我就从背部直接按推 按一按 他马上在差不多按完 温敷半个小时之后 他半碗的好像汤跟一些饭吧 我太久了我也记不太清楚 差不多半碗 他立刻就吃完 变成胃口很好 那如果你说肿 西医说他肿瘤压迫也不对啊 那这样的案例 在临床上很多 我记得 之前我们在谈疾病衰老的时候 都放了很多 类似这样的案例 比如足弓痛的 有一个女生 他足底痛 其实在原始点就很好解决吧 大开关 脚踝的大开关按一按就好了嘛 西医不是 就处理腰椎 帮他开刀了 结果又把腰椎固定了之后 他连腰椎都有问题 那类似这样的患者 多到不可申诉 也就是西医这样的诊断 这样的问题 后遗症出现了很多 而这些问题 其实都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所以我们说原始点 遇到这样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你只要手法正确 然后按推相对应的 比如说手指麻就按手背部 那坐腹神经痛就按臀部 那他认为脑流压迫的头痛 你就按头部原始点 那时不下就背部原始点 找出痛点来按推 按推完立刻都会有效的 很少没有效的 如果没有效那就是患处体伤 要不然就是按推的人 手法有问题 好 那如果按推了 往往有地干见影之效 那就不对了 西医这样诊断 你冷静想一想 这怎么对呢 因为你短暂的按推 你会使骨刺消失吗 椎筋盘归位吗 癌肿瘤不见了吗 不可能啊 所以这很明显 西医这样仪器检查的诊断 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的治疗 错误的诊断还有不必要的开刀 我们看下面 所以原始点说 你西医说要开刀才能治疗的病 一定要谨慎 先用原始点按按看 这样可能会让你不要走弯路 不要在身体破坏了之后再来后悔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他也是显示出西医从我们一开始在讲西医 第一个到我为因 再来老病不分 这两个问题一直就是西医的所有问题 那西医会造成这样 再往前推就是所有检查出来都是病 没有脑的问题 所以才会跟临床实际上 不管是讲法上也很多的漏洞 治疗上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 保护自己 这一段算是蛮重要 那我相信这一段要播出 我们也会放很多的案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松上所述 在诊疗上 一切检查出来的异常 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即使异常形态 会影响患处体伤 从而导致病症 但临床上并不常见 因为病症的不适感 多有他处体伤所致 只需从医按推 就可解症 若化检为烦 贸然从果治病 通过手术治疗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 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且手术 会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稍有不慎 还会危及生命 故通过医器检查 以手术治病 必须审慎 好 这一段 就进一步再 让大家了解 就是前面说了那么多 我们这里做 也有一点总结的味道 就从诊疗来看 医器检查的异常 我们这里还是谈异常 因为组织受损 它犯的就是导果为因 那异常更惨 它不只导果为因的问题 还有老病不分的问题 所以才是 我们必须要特别提出来谈的 那在诊疗上 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我们前面 这里只是 再做一个总结 它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简单的讲 跟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唯一一点 我们前面讲的 只有异常形态 影响到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这个只有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认为可以 好 但问题来了 即使是这样 临床上也不常见 为什么 因为症的不适感 都由他处体伤所致 你只需要重阴按推 就能解症了嘛 这个原始点 是可以做出来的 它是因为做出来 才讲得出来的 已经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讨论了 因为这个在临床上 只要懂原始点的 都会有这种成就感 就是当 有人请你来帮忙 他有症的不适感 你只要稍聚手法的一些正确位置 如果不懂看我的影片 马上做 很多都可以有立竿见影 那有立竿见影之效 那为什么还要复杂化呢 就这样就可以解决 所以原始点 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反而西医再这样把它复杂化 所以如果复杂化 会怎么样 我们看下面 如果他化检为凡 本来这个已经把医学怎么样 有凡化检 这里是化检为凡刚好颠倒 然后贸然从果 也就是他们认为 他们的理论其实也不是贸然 他们本来就是认为应该要从果治疗 他们也没有从因的概念 所以他们就直接从症状或检查出来的异常 组织组织他们从这里下手 然后通过手术 你通过手术治疗 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都比较 比较算是要特别小心的 这里就有提了 你手术可以治疗局部的没有错 你如果说他真的是由患处体伤所致的 因为这个异常形态已经影响到患处体伤了 那从这里下手 那患处体伤所导致的疾病 你当然可以借助手术而治疑 这没问题 但问题如果不是呢 比如说足弓痛 他的大开关就在脚踝 你却把人家脊椎开刀了 开刀了 他不止足底没有好 还会产生另外一个疾病 腰椎的毛病 所以未必 这里我已经写得很客气了 就是他固然有助于 疗医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我们临床上也看到 他不但不能解决他处体伤的病症 反而开刀的部位跟这个疾病是无关的 然后他开了之后 反而又多了一个病出来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手术常常会看到的一些问题 那手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手术会破坏身体消耗热能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体力稍微差的 我一开消耗太多热能 还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不可不慎 所以这里特别提醒 就是如果你是要靠仪器检查 然后仪器检查出来 吸收 你看你有癌症瘤 一定要开刀 你听到这样的话 就要谨慎 因为第一个你是仪器检查 仪器检查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他老病不分 第二他到果为因 那还要动手术 那你不谨慎才怪啊 所以如果听懂这一段话的人 西医听听就好 那我们一定要严格审慎去评估 这样才是对的态度 也第一个真的才是保护你自己 第二个也可以避免 伤害了之后再来厚护你 好我们把最后一段演练一下 总之身体表里的变化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所以不论是通过观察 或仪器检查 其结果相同 不是属疾病的症状 就是属衰老的异常 其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正因如此 最安全简单有效的诊疗方法是 通过观察体表 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处理 如此不仅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生殖的目的 还可解除仪器检查 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好这一段就是一个结语了 我们从一开始第一段谈 谈到这里 就是做一个总结吧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开头 它也是重复我们身体的变化 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是这个意思 好那这里特别提出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身体的变化 因为多了一个西医 要不然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 那因为西医要通过仪器检查 所以里面的当然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一部分变成我们一般在找医师的话 你找中医那大概就是通过观察 或找原始点也是通过观察 你找西医 他就会帮你做很多的仪器检查 但不管怎么说 你体表跟体内的变化 不就是老跟病吗 前面已经不断的在重复这个 那你只是一个工具的不一样 一个观察体表的 一个观察体内的 结果会不一样吗 当然不会 其结果相同 什么相同呢 不是疾病就是衰老嘛 就是这两样 没有第三样 好那其因呢 其因就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这个之前这个都念过了 好我们看下面 也是因为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复杂的呢 观察体表的跟观察体内 都一样的答案 那你为什么要用仪器检查 不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我常常也告诫大家 我们你看我们身体都 我们的皮肤都把它包住 好看的就好像东西很杂乱 你把它包装到很好看 这样不就好了 你干嘛一定要去把包装的拆开去看体内的呢 我常常讲那个于体内的啊 简单讲就是 真的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你不要去看 反正看了 只会让你越来越失望 因为它不是走向老就是病 还有什么可以让你惊喜的 没有啦 就只会产生异常或组织受损而已啦 没有其他的 你你今年找不到 也不用灰心难过 你明年再去检查 说不定就找得出来了 体表也是一样 你今天没有长出白头发 不要难过 再隔一两年 也许你再看 你就修成正果了 就长出来了 不就是这一回事吗 所以既然是这样 你干嘛要多持一局 要化解违反的 不必要嘛 你通过观察就可以了 两者既然是一样 那就是观察就可以解决了 好那所以我们这里说 下一段就讲了 最安全简单有效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安全 第二个操作要简单 也就是每个人都会 而不是只有医院会 我们都不会 所以我们最后就只能让人 任人宰割了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求的是 这个方法一定要很安全 第二个要简单 因为简单也容易推广 大家也不用花很多心思 就可以听得懂 所以我相信 我现在把很复杂的 西医的诊断都简化 这样讲应该没有人会听不懂 那简单就容易推广 而且这一套是很有效的 你按推立刻就可以解证了 所以这样的诊疗方法 它是通过观察体表 它不要仪器的 它工具很简单 你随时不会忘记带 就是你的眼睛 你耳朵要听 然后你嘴巴要问 就通过这些工具 你很多就可以知道答案 如果有必要再动手一下 按一按就更清楚了 那以医疗保健之言 这个在我们医学概论 其实都有提的 医疗就是按推属医疗 那保健 比如热源 内外热源 还有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这些都是保健之言 你只要善用这些日常的一些 这些生活的良好习惯 很多就可以改善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因变果准 你体质就可以改变 那改变了就可以预防疾病 那有病你因为也懂得按推 也懂得外孽热源 就可以达到也可以达到疗医疾病 那因为平常都有运动心态也好 那也懂得饮食不要太冰冷 种种避开一些伤身致病之炎 当然就会收到怎么样 体质的改变就会收到因变果转 因改变果一定改变 那从而达到怎么样 防治疾病 你既可以预防疾病 也可以疗医疾病 最后还可以怎么样 抗老征兽 可以把衰老延缓 然后生命增加 不会死得那么快 好处多啊 好那最后 因为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死也是输果啊 那你重因因变果转 那当然也包括他了 所以也可以把这些仪器检查 出来的问题统统解决 那不就很好吗 所以原始点讲到这里 我们到底是要复杂的呢 还是要简单的 都是你一眼间啊 如果听懂了 你会活得很自在 免戴住听器案例 一戴耳机平50年 2018年10月4号 原始点志工按推我的头部 奇迹发生了 我再也不用戴住听器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好 我是洪雨豪 我是要戴耳机的 我从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嘛 已经开启要戴耳机了 要是不戴的话 我听不到人家讲话的 10月4号的时候 他们开启帮我做 之后做的时候太痛了 差点也受不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不用戴耳机哦 第二天我在来的时候 照顾我更好 我更清楚 跟平衡人一样 不用戴耳机 跟他们对话 好开心啊 好感谢 你好 今天有烧香吗 今天有烧香吗 今天有烧香 今天有烧香 哇那么有 看没有戴耳机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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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就丢掉使用12年的拐杖 我姑姑用拐杖走路已有12年了 最近两年更差 需做轮椅 第一次按推后 马上就不需依赖拐杖走路了 按推前 按推后 第二天帮我姑姑按推后蚊肤 可以走路20分钟 按推臀部 张医师说修复时需要大量热能 饮食 生活 情绪 运动都不可掉以轻心 姜汤 温敷不能停 红豆袋和暖贴轮流温敷24小时 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 第四天 在家剑步如飞 她也听话一点药都没有吃 也没有打胰岛素 没有出现医生说的 停药后的不良症状 讲话有力气 每天吃的药全部停了 第一天 第四天 从奄奄一席到现在的生命逆转 只用了原始点四天 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我对原始点更有信心了 虽然我是新兵 要上战场有一点紧张 但我会尽力去做 努力去学 非常感谢旧金山推广点 帮助我姑姑重拦生命的希望 更感恩张医师 将原始点无私的奉献给全人类 《非文症案例》 婆婆今年八十岁 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2018年9月的一天中午 我发现她经常在眼前抓东西 我问她抓什么 她说时常有只苍蝇在眼前飞 我说没有苍蝇那是非文症 你用姜汤洗眼试试 因为自从我学习了原始点 我就让婆婆每天喝淡姜汤做保健 婆婆很听话 开始用洗眼杯温姜汤洗眼睛 每天早午晚各一次 平日温热性清淡饮食 运动每天不少于两小时 主要是拜佛散步保健操 大约二十天 非文症没有了 到现在半年多了 没有再出现过 我是这样洗眼睛的 上下大眼睛十次 左转十次 右转十次 开始洗海浪 后来就不那么辣了 我每天洗大测 大约二十天 非文症就没有了 这方法太好了 愿意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希望更多人受益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温姜汤洗眼步骤 一 准备一个可以刚好贴合眼窝的小杯子 或洗眼杯 也可用游泳挖进 二 温姜汤装进小杯子或洗眼杯 其温度及浓度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三 微微低下头 将小杯子贴紧眼周 闭眼紧密扣合后再仰头 四 多次眨眼 使温姜汤充分浸润眼球 五 洗完后 要再清洗另一眼时 需更换新的温姜汤 六 结束后低头 再把杯子取下来 并用干净的毛巾拍干眼皮上的水珠 操作完成 好 我们今天疾病已衰老 就谈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 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